这个男人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未婚妻竟是弟弟的女朋友 看到贝拉竟在宴会上丢下自己 只为与弟弟深夜密会 这样的场景也让卡尔没办法控制自己 可当走到贝拉面前的那一刻 对他的爱也让卡尔下不去手 他脱掉外套轻轻地披在贝拉身上 然后转身一拳打到弟弟脸上 若不是贝拉上前阻拦 卡尔可能当场就要了弟弟信物 回到豪宅卡尔还是忍不住质问贝拉 他与弟弟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要给自己戴绿帽 此时见卡尔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 贝拉也开始他精湛的眼睛 他身为俱下的诉说 自己接近弟弟只是为替卡尔打探情报 随后还控诉卡尔如此不理解自己 竟还怀疑他与弟弟有私情 说完他便摘下戒指放在桌上 然而此时的他却不知 自己的麻烦即将来临 贝拉走后卡尔想起与他的所有不往 以及贝拉看弟弟的眼神 这让他再次对两人起了杀心 就在他准备出门寻找两人时 却遇到匆忙赶来的女佣 原来女佣暴露后便想利用贝拉母亲的善良脱身 于是他将卫生间的杯子打碎 拿起玻璃碎片滑向手臂 果然当贝拉母亲见到企图自杀的女孩 他紧忙出去命令人叫救护车 可当他回到房间抱起女孩的那一刻 女孩也一把将她推开 然后便拿着手机冲出房间 然而当女佣拨通扩泰电话时 却被扩泰直接挂短 无奈女佣也只好赶来豪宅 却不曾想尽遇到失控的卡尔 未报活命他紧忙将贝拉的真实身份导致 殊不知他的说辞在卡尔看来 都是母亲故意给贝拉泼脏水 于是一气之下卡尔直接举起枪 将女佣打死 而这一声枪响也让卡尔彻底清醒 清醒过来的他为挽回贝拉的心 竟选择当众再次向他求婚 而为了计划可以顺利进行 贝拉也不得不强忍心中厌恶答应下来 就在两人甜蜜之时 弟弟也再次出息 他的出现强烈刺激着卡尔的神经 就在他准备拔枪将弟弟解决时 却被贝拉一把按住 并提醒他公众场合要搂禁 然而贝拉的行为在卡尔言 却成了事在公开保护弟弟 于是酒醉的他一遍遍想起 贝拉与弟弟抱在一起的画面 看到上前劝说自己的贝拉 他也毫不犹豫地将其暗躲在床上 若不是老富豪及时赶到 恐怕贝拉就要被就地正法 经过此事后 贝拉对阔泰一家的恨意更深 就在卡尔熟睡时 他也偷偷进入房间 将手放在卡尔的脖子上试图掐死他 可此时正在床上挣扎的卡尔 却引起他的火 果然他便在洗手间的垃圾桶里 发现被卡尔丢掉的药品 而这样的发现也让贝拉有了新的计划 他吩咐手下戴着管家和女佣的面具 出现在卡尔周围 以此来让卡尔不断回忆起 自己杀人的场景 终于在不断的刺激下 卡尔的精神也逐渐崩溃 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控 而这一幕也被围观的群众录下来 发到网上 当扩胎看到网上发布的视频 他也丝毫不顾卡尔的死 竟还喋喋不休指责卡尔的故事 这样的说辞也让卡尔忍不可 他痛斥母亲没有资格 对自己的生活指手挂脚 说完不听母亲解释便直接离开 然而这样的程度却只是刚刚开始 显然还有更大的阴谋等着扩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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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